昨天确诊了45678位 冒毒疫情持续维持下降 走势中重症378人 152人死亡 当中包含12岁男童 本身有先天性肌肉系统疾病 6月21号出现头痛 人去学校上课 没想到突然昏倒 送医途中不治 死因待离心 另一名19岁男性 5月初出现四肢无力后 病况一路加剧 6月20号人不幸过世 诊断是急性肝炎 有恒文肌溶解症 合并多重器官衰竭 那另外也有这个新冠病毒感染 儿童的重症就是有68例 死亡数就从19位变成20位 疫情缓步下楼梯 指挥中心认为 如果各公共场合 人流数能够控制 月底单日确诊跌破万例 有希望 而先前因为确诊 居隔缺席记者会的指挥官陈时中 也终于现身记者会 跟一口气宣布多项新政策 6月24号起 全国医院和长照机构 探病措施将放宽 全国医院的家户病房 安宁病房 呼吸照护病房 那探病的时段人 每日固定一时段 每名住院病人 每次最多两名的访客为原则 医院的住院陪病者 最多以两人为限 而长照机构则全面开放探视 只要锈出筛减 因性证明打满三剂疫苗 或曾染疫康复解隔三个月内 到长照机构探视免筛减 不过陪住者条件加盐 要打满三剂疫苗 另外为舒缓北部医疗量能 要降低北区专则病房 开设数量 急性一般病床 500床以上者 专则病床开设比例为 10%到15% 200到499床者 专则病床开设比例为 5%到10% 不过防毒疫情 仍不能马虎 6月27号社区市机构 也要执行定期公费快筛 全民快筛实名制 第三轮也将在7月1号上路 让有需要的民众 轻松买到便宜快筛 华语新闻李文宇 李嘉倩 台北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ями至于好这里 咴听 并开启小铃铛 艺术